來看到這兩大月桑飛台 這福片塔跟這個UberEat 最近大大改變 他們讓月桑園算新歲的結果 這個Uber 這個福片塔 是拜五開始 全台灣改造普通婦婦 另外一間這個UberEat 就是來實施 這個離婚時間收入有差別 今天在全台灣實施 有了他們去月桑園 聽說這樣經濟算算的收入會緊張 月桑園站在車 在大街秀行中 希望在最多的時間來 中修滾滾的餐點 上到人家的秋頭 相當的辛苦 但是現在月桑平台福片塔 已經由這個星期五十六開始 全對全台灣月桑園 改用普通婦婦記者 讓月桑月桑園感覺越來越難 改了新制度 對對堅持來說 比較跑不到那個量 我說你三日可以跑到固定的單量 他才會額外給你的金錢 一天至少要四十抗的話 三天一百十抗會有一個獎金 就是以我們全職來算的話 那個獎金才夠用 雖然富片塔 早在今年三月 為了改革 風景堂 事情都一樣這個問題 先在台中中華南島 企辦新的接種制度 包括到前因該用 初上餐禮廳結算 還跟雷堂中間 該半個月結算變成是每天結 那個時候 不可以去部分 二三元不斷空議 後來賓台業者 聽到企辦期間 二三元的意見後 決定還有條件 單單中禮 為每天結算 改造三天結一次 並且為十六開始 全台灣的二三元 都要用新制度 普遍代表是 這個制度的條件 主要是要比面貴樓加速 提出到快興交通意外適合 提供更健康的二三環境 另外一間二三平台 UberEats 十二開始撒出二個車主 給全台灣二三元 提早知道說這大錢多少 甚至是店頭配上地點地錢 可以偏過是不是要接單 也條件尖風跟離風 時段的車主價算 其實還好一點點而已 影響不是很大 遠近然後價錢多少 你來看要不要接 但是還是很爛 UberEats表示 甚至除了費用結果改變 全身所推出的二個車主 競改可以讓我送完以照自身的狀況 也到那個時候 市場共識的情形 來決定怎麼接單 記者綜合佈渡